正值台湾番栗芝产季 一颗颗青绿色的番栗芝 各种等级一字排开 等待销往大陆 首批重新销往大陆的台东番栗芝 5号从高雄港运往大陆平潭 预计7号抵达大陆 第一批将会销往广州 更是首创了产销溯源模式 未来消费者只要扫二维码 就可以查到产销履历证明 台东县长饶庆龄表示 第一批可以销往大陆的番栗芝 是今年6月被准许的 三家包装厂的果品 也希望可以尽快公布 第二波包装厂名单 会有很多的过程 我们农民负责把高品质的 凤梨世家生产出来 让销到包装厂做一个细节 降低虫害 在台湾 番栗芝被称为世家 台东县最大产地 凤梨世家作为主要品类 年外销约1.5万吨 其中一度有9成以上销往大陆 番栗芝中断销路的两年间 台东凤梨世家品种的价格 与之前相比近乎腰斩 曾一度跌到美金不到20元新台币 这次专柜出口前 开盘价冲高一倍以上 另外受台风影响 今年的世家产量不多 应该能卖出好价格 对于番栗芝再次销往大陆 当地果农表示 如今终于迎来好消息 希望未来能稳定外销 台东县政府表示 将把握此次契机 与高端销售渠道合作 带领更多果农重返大陆市场 此前因多次从输往大陆的 番栗芝当中检出有害生物 海关总署自2021年9月20号起 暂停台湾番栗芝输入大陆 国民党方面 台东县政府与大陆保持沟通 并与果农合力改善 番栗芝的品质 积极有序推进番栗芝包装厂 和果园注册审核工作 海关总署决定 自6月20号起 恢复台湾番栗芝输入 做个帗芝输入大陆 葱芝输入大陆 并非